第五十五本 塔拉的派对 塔拉六岁了 我可以办一个派对吗? 他问 可以 妈妈说 塔拉给他的朋友们寄去了邀请卡 维杰来参加派对了 他送给塔拉一辆玩具汽车 爱马来参加派对了 他送给塔拉一条围巾 玛莎是最后一个到的 他送给塔拉一颗弹珠 然后玛莎戴上了围巾 我想要 他说 那是塔拉的围巾 爱马说 玛莎开始哭起来 我们来玩传包裹的游戏吧 塔拉说 塔拉把包裹传给了维杰 维杰把包裹传给了爱马 爱马把包裹传给了玛莎 玛莎 玛莎没有把包裹传出去 她开始撕起包裹上的那些包装纸来 把包裹传过来 塔拉说 玛莎开始哭起来 我不玩了 她说 包裹传给了玛莎 包裹里面有一些糖果 维杰发现了他们 玛莎又开始哭起来 我想要糖果 她说 他们一起吃茶点 有果酱 蛋挞 和香蕉 我饿了 玛莎说 她吃了十个果酱蛋挞 和五根香蕉 我们来玩捉迷藏吧 塔拉说 维杰和爱马 藏到了花园里 塔拉找到了他们 玛莎 她发现了许多瓶瓶罐罐 她把他们的盖子全都拿了下来 塔拉找到了玛莎 把瓶子的盖子都盖上 她说 玛莎又开始哭起来 爱马的妈妈和维杰的爸爸来接他们了 派对好玩吗? 他们问 好玩 爱马和维杰说 玛莎的妈妈是最后一个到的 派对好玩吗? 她问 不好玩 玛莎说 每个人都跟我过不去 就